欢迎收看九点热话题 您好 我是钱力如 我们先来看台糖猪肉的瘦肉精事件 现在演变成了中央地方的肉搏战 因为针对台中出验就公布检验数据 卫福部次长王必胜今天召开记者会 强调数值非常低 提醒台中市府应该要等15天提赴验再行公布 台中市实案处验出台糖安心屯 冷冻梅花猪肉片有不得检出的瘦肉精 西部特罗 卫福部次长王必胜却直言 不知道台中市进行公布考量的是什么 检验值它非常的低 我们也有提醒台中市政府 审慎一点调查 它在做公布 但是台中市政府就进行公布 我想台中市政府一定有它的理由 基于保护消费者 保护市民健康的权益 所以我们必须及时的公布 这个异常的情况 毕竟是验到了不得检出的瘦肉精 实案处不敢大意 2月2号下午韩文与去电通知 源头业者所在地的屏东县卫生局 以及产品责任商所在地的台南市卫生局查办 并且发布新闻稿 一般来讲 就是我们会等15天 等它提出复验 假设它要提出 那我们就再验 看是不是确实是这样 但是我不知道台中市的考量是什么 这回是抽验台糖 美花猪肉片遇到的问题 次长这样说 但回过头来 看以前 包括行政院消保会抽验输果 验到农药超标 也是出验 就公布业者名单跟品项 在移请卫生机关及农政机关依法处理 财团法人消机会抽验 一旦检出违规超标 也是直接公告 如果我们不立刻公告 等到复验的话 这个连结性 还有季节性的一个时间就过去了 那这时候对消费者已经造成伤害 定量极限是0.001ppm 台中检出的侧值 0.002ppm 相当的接近 必须要在商的确认 所以台中市实验处说 他们验了三次 每次各用两种检测方法 其中一次使用高解析度 串联直谱仪确认 数值甚至达到了0.015ppm 台中市实验处在1月15到19号 一共抽验 共40件的猪肉产品 但一件验出了瘦肉精 也就是另外40分之39都没减出 民众还是可以安心使用猪肉 台唐则强调已经向台中市提出复验 同时台中市也祭出了一份检体 到食药署的实验室复验 TBBS新闻 陈吉军 陈淑翔 我采访台中采访报道 拜托好不好 这又不是王毕胜自己要去验DNA 台中市政府他们谈到了 他们验了几次 6次 实际上面为求谨慎 验了22次 台唐售后经风波延烧 国民党立委徐草新大算 为福部次长王毕胜 除了针对王毕胜说的 把检体交给食药署这句话 另外徐草新更强调检验次数这件事 徐草新说台中市府一共验了22次 不过王毕胜也在脸书发文回籍 说先前说检验6次 现在立委又说其实验22次 那是否可将22次的结果都说明清楚呢 事实上 食药署跟行政院实案办 在2号下午收到讯息后 台中市府马上就公布了 他们应该有自己考量的因素 我们也予以尊重 根据食药署说法 地方政府有权对食品检验 如果发现不合格 会先通知业者 业者如果有异议 接获消息15天内可以申请复验 检验结果是否可以自己公告 问题就在台中市府公告前 台唐是否有接到通知 确定台中市府在公告之前 没有跟台唐通知就对了 没有 这是很明确 换句话说台中市府没通知 可能跟食安法规定不同 是否有疑虑还要再理清 我们都与配合 我们再收到卫生局 请求协助的公文跟检体之后 我们就会协助做相关的检验 台唐已经提交复检公文 台中市安处初故表示 五号会送检体到中央 但是要数直到五号下午 还没有收到相关公文跟检体 收到之后会立刻作业 最快四个工作天 也就是除夕会出炉 至于是否找第三方 公证单位协助 这部分由台中市府决定 台唐则说 这起事件对他们商与影响很大 生产两千七百三十包 八百一十九公斤 全数售出 接受民众退费 损失难以估计 现在只能等后续结果 理清真相 TVBS新闻 亮男黄凯兴台北仓报导 立法院长韩国瑜上任之后 第二个上班日 首次主持朝野协商 韩国瑜说自己是个热情的人 但是当了院长之后 变得谨言盛行 不像自己 担心一个月过后会变成老太监 午餐时间跟着立院职员 在餐厅排自助餐 仔细一看 这不是新任立法院长韩国瑜吗 小黄瓜 挑完配菜 还不忘叫老板加个菜脯 韩国瑜院长上工第二天 中午没离开立院 跟着吃员工餐 似乎想赶快跟立院融为一体 因为总听到这样的声音 当选院长这个三天来 接到很多电话关切 注意哦 不要随便开玩笑哦 走路要靠右边哦 做人要有礼貌哦 口袋里要戴手帕 卫生纸哦 弄得好像 这个韩国瑜已经不是韩国瑜了 说自己很热情 但当了院长后 变得谨言善行 尤其第一天上班 就被绿营酸神瘾 我的个性就是很真诚 很热情的 如果因为当了院长以后 变得自己不是自我 早上起来过一个月之后 照镜子 好像那个满清啊 紫荆城里面 来个老太监一样 面容枯搞 面无表情 用老太监来警惕自己 不要当了院长而失去自我 韩国瑜主持朝野协商出体验 讲出席买威 甚至在朝野协商前 还先跟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会面 今天有没有给院长一些 这个朝野协商的建议 院长是我的学长 他这个在立法院的经验 比我更丰厚 舒适来商讨 国民党优先法案 韩国瑜立法院长上工 第二天四个行权 马不停蹄 似乎打算用满满的行权 对绿营指控不见援影 默默回击 TVB的新闻力学会 华真神伟家企业三区小组台北线访报道 韩国瑜时隔22年重返立院 还当上院长 每一步都得走的稳健 找来号称立法院活字典的周万来 担任秘书长 维护立院的运行 韩国瑜未来的挑战交给婉柔 新任的立法院长韩国瑜 今天正式上工了 同时他也公布了 他的立法院秘书长叫做周万来 他本身也有个称号就是立法院的活字典 找他来当然就是要借重 他的专长也避免未来冲突的灰色地带 那么现在他左右手另一手是谁 其实就是这个副院长江启臣 因为江启臣非常熟悉国际的事务 所以当然可以适时保驾 护航韩院长的国会外交 其实韩国瑜当立法院长 这个民进党这边 还是有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 就甚至在网络上 有人就说韩国瑜竟然真的 当上立法院院长了 很多人都说韩国瑜的政治生涯 好像真的是蛮奇特的 曾经被视为草包 最后经过罢免的政治死刑 没想到还能还魂重生 成为最高民意机关的龙头 那么所以柯建民也一度恰恰说 这个韩国瑜 所以立法院长甚至还 立法院长罢免这几个字 还登上了热搜的网络现象 这反映出民进党有很多的名义 或是范绿阵营是很难接受 韩院长的 那么再来看到这个韩国瑜 最近这几年的政治度 也可以说是蛮坎坷的 他非常的戏剧化的禁欲 去选了高雄市长 本来是说要去当炮灰的 没想到竟然当选了 转战总统再回归市长被罢免 没想到今天是再度掌舵了立法院的 那么主持议事朝野协商 那之后他还要担任 国庆筹备委员会的主委 所以接下来在今年的国庆大典 还有520的就职上面 都会有一些韩国瑜 跟着赖清德同台的画面 甚至在520上面 他会授予赖清德就职国喜 还有总统之印 几印章 韩国瑜首度主持朝野协箱 敲定2月20号开议 然而协商过程当中却爆发插取 是民众党立委陈昭姿不满先贤 沦为废票 当场开枪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而韩国瑜试图打圆场 民众党立委陈昭姿气从从走进来 标骂民进党团总召柯建民 让黄春山赶紧出手安抚 原因就是不满国会龙头选举 沦为废票 我个人上就是在精神上 可能有一点点在睡眠上的不足 用这六项来判定我不服气 自己犯了错就是认了嘛 要在顺眼的时候 就像有人这样走到中选不适 院长 整个老兄弟来 整个早二项你们两个可以进来吗 看我眼睛 休息一下 主席抬送的韩国瑜想打圆场 但双方依旧爆发激烈辩论 没想让 就算是老朋友还是得就事论事 在超义协商的小插曲 一炒就是40分钟 但其实今天重点是要讨论开议日期 民众党黄国昌坚16号开议 底线就是16号 不满国民两党所提的23号 认为太晚了 蓝绿总招都各退一步 一般来说都需要两周的准备时间 从2月1号报到后 紧接着就是7天过年 算一算时间黄国昌也让步了 小小的一个党团希望尽早开议 这样一个卑微的请求 搞到整个立法院的基层同仁 都要加班 我想这样子就不好了 那就20号谢谢院长 则中在2月20号开议 再开一个满檔红好不好 高效率半个小时内 朝野达到共识 韩国瑜国会主持处女秀 和平落幕 不过立任的龙头选举结束之后 爆发绿白电话门事件 还衍称出了隔魁之争的阴谋论 面对三党不过半 未来新国会的近核关系 会增添哪些变数 进一步分析再教会宛容 民众党的关键巴西立委 也成为台湾在野势力的第三势力 不过他们在之后 可以说是争议事件不少 像在选后抛出了四大国会改革 然后以及要求这个蓝绿被提名人 就立法院长提名人 要登门拜会聊聊他们的愿景 那么甚至压线时间 自提院长人选 还有绿白乔立法院长的罗生门 那当然也是三党唯一 詹印尼疑似跑票的这件事情发生 状况其实蛮多的 尤其这个绿白电话门 可以说是互探虚实恶斗 那民众党他们批评说 就是民进党的惯用伎俩 媒体一条龙带风向 不过民众党这一次这件事件 可以说是既之前 这个蓝白六点协议破局之后 再让他们的政治诚信 被打上了一个问号 那么现在虽说蓝白联手 是渴望制衡中央执政的民进党 但是现在国民党立委 他们就觉得说 真的是有点怕怕的 觉得要跟民众党合作的话 一定要公开透明的 新的国会新战场 三党不过半 如何进和 其实现在有了新的局面 但是随着真因事件越来越多 也让蓝绿两大党 现在都是戒省恐惧的 还想知道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拿起手机 扫描旁边的QR Call 加入TVBS新闻App 更多的及时讯息 带你一手掌握 好 电话门事件持续延烧 民众党今天针对两名记者 跟所属公司 还有民进党及民进党的发言人 吴征各求偿100万元 但对此吴征表示尊重 但也反酸 求偿100万他会破产 民众党一行人浩浩荡荡荡 到台北地院提告 就是因为绿白电话门事件 不满遭止 柯文哲主动打电话 乔院长 每一家机构 加上他的记者以及发言人 是各求偿100万 所以总额是300万元 提告对象 包含两家媒体记者 以及民进党 和民进党发言人吴征 只是这提告没案例 因为告的是民事诉讼 而非刑事诉讼 难道是怕万一告不成 反被控告无告吗 司法过程当中 每个人都有主张的权利 不过我们的诉讼策略 就是提告民事 同时提告民事 他并没有侦察不公开的问题 他可以将整个诉讼的过程 一五一十明明白白的公众仪式 尊重这个民众党和柯主席 他们行使法律上的权利 但我想其实 从他们今天提告动作 也凸显出来民众党是在转移焦点 被告的吴贞嘴上说尊重 但也替自己叫去 我的存款只有76万元 还不到100万 所以万一真的要赔100万 我就破产了 各位朋友各位网友 你们要帮我赔吗 所以请大家不要再害吴贞了 但民众党告的 还有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佳 因为在节目上入骂柯文哲 民众党上周2月2号 柯文哲向北柬地壮 提出妨害名誉告诉 柯文哲想要以送职报 但政治攻防你来我往 能否止住还得打上问号 民进党赖萧佩的谢票活动 今天来到尾声 前往花莲跟台东 这也是萧美琴确诊康复后首度现身 由于手上还残留确诊引发的泡疹 因此她特别提醒支持者 千万不要拉她的手 戴着口罩和花莲乡亲们合影 萧美琴确诊后再复出 就是跟着赖清德到东台湾谢票去 但就怕支持者们太热情 萧美琴先跟大家报告病况 分享这次的确诊经验 其中一度还两天只能瘫在床 身体的不舒服 赖清德也知道 只是赖笑恶人怀抱感恩的心 来些票 但总统票开得不好是事实 看看花东两线 对比上次近乎四成的得票率 2024这一仗双双跌破三成 而其中花莲继扫美琴后 会不会更难突破 毕竟赖清德原属一格拉斯 开疆辟土 无奈卷入绯闻风波 台面上剩下的 似乎仅身挑战立委失利的议员 张美慧 及上届责任区在花莲的立委范云 感恩切票的同时 对民进党来说 如何在东台湾重整步伐 同等重要 TVBS新闻李国正串柔 华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